因為火就動力富足 那滿局都是火的人 動力就很足嗎? NO 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 老師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 因為有一個客戶 他是從 在大陸的時候好像有一個老師 他是從台灣過去的 然後他就去參加那個演講 然後就覺得裡面有一個問題是怪怪的 就是想要問你 對對對 這位老師呢 他的課 他的演講 有一次 我也因為好奇 然後就跑去看了 你有去看? 對 我有去拼過他一次 當spy就對了 聽聽人家怎麼說 對 而且我很低調喔 我去的我都完全沒透露我是誰 嗯嗯嗯 然後就穿得非常非常的簡單 然後就偷偷困在人群裡面拼 你去聽 聽到一半我就真的聽不下去 還好你沒有站起來說 你這樣錯了 是不是 他偷偷到尾都要胡說八道 哦 講八字是不是 講八字 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各位學生啊 對對 發給我的一個案例啊 嗯嗯嗯 第一個案例是這樣子 嗯嗯嗯 標題叫缺火能量 嗯嗯嗯 好 那當然這個八字看起來是真的沒有火啦 哦吼 對 但是其實並不是真的沒有火啦 營中藏火 未中藏火 而且營是火的藏身 這八字不能說完全沒有火 只是他們的火能量確實偏弱 偏弱 但是真的不是大問題 嗯嗯 好 那麼我看一下它裡面所說的喔 第一個它說因為它缺火能量 所以它的動力不足 哦 執行力不足 動力不足 嗯 嗯 哦 這個簡直叫作胡說八道 嗯 因為這個八字日主很弱 然後食神才觀兼備 所以說這個八字它應該會是很衝動性的 做事情有時候會不顧後果 反而不是所謂動力不足 因為它怎麼剛好相反呢 就不懂八字亂講 很簡單嘛 缺活就動力不足 那滿局都是活的人 動力就很足嗎 如果一個人八字滿局都是活的人 沒有其他五行 它原來是叫動力不足 因為日主只是一個穩定的基礎 你要有其他食神才觀才有動力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八字不是說看什麼缺活就是動力不足 這是第一個錯誤 第二個錯誤 它說 好來 所以它這個論述就是說 它認為這個八字硬多 是硬 對 你看一下算一下這個八字有兩個硬 但是這兩個金是它的硬 剩在春天 春天是金的絕地 是 所以春天的金非常弱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老弱殘兵 兩個老弱殘兵的印在那邊 根本就發揮不了太大的作用 所以這個八字根本就不是印多 而且印也很弱 所以它是想修行嗎 絕對不是 它完全判斷錯誤 完全判斷錯誤 對對對 也想不勞而禍 下一句話寫也想不勞而禍 確實印旺會有想不勞而禍的狀況 但是這個八字病毒是不 根本上它就不是印的嗎 對根本就不是 這個八字是三觀格 對 鬼水生在飲月 它叫三觀格 所以這個八字其實應該三觀去論它 是 所以光是那個大師 就把八字給論錯了 它整個連五行的判斷都完全出問題 所以就是我那時候聽她講課 聽到一半 我真的很想認真聽下去 但是完全聽不下去的原因 學長上就有這些 很多 對 然後再來下一句話 它說 最終節財 小心金融投資 它所謂最終節財的意思就是 它實柱是一個節財 所以OK 有節財就表示會破財 這我們前面講過 小心金融投資財庫破買的 對 它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有節財嘛 我們前面講過 日主弱的人 要怎麼樣 需要比節來幫他 對 所以他的這個節財 反而是幫助他守住財的東西 反而不是幫助他破財的東西 剛好相反耶 完全相反 對 好 然後再下一句 它說 創業與事業相害 哇這句話完全看不懂了 什麼叫創業與事業相害 這個八字中有指味相害 嗯 指味相害不是這樣論的啦 在我八字第一次期有詳細解釋 我這邊就不要詳細講 不是這樣論的 他覺得那指味相害 所以他把這兩個當作是相害 對 沒錯 然後 很扯耶 很扯 他完全亂講 他完全不懂八字 所以他就說當然要注意 事業不穩定的問題 這個八字確實會有 事業不穩定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上官見官啊 因為他的那個零啊 兩邊是土啦 就是官煞 所以說他傷官跟官煞 在土地會上官見官 所以這就是他這個八字 會容易不穩定的原因 但是絕對不是因為什麼 傷害的問題造成的 好這是他第一 第一個案例 錯不錯的非常離譜 OK 所以這個老師後來怎麼樣 你應該有聽說吧 他好像被告了 是不是啊 對被求償啊 第一批的求償 就二十幾個人求償 可是是告什麼啊 你把我命算錯嗎 他基本上算命 不是嗎 基本上算命是免費的 喔 然後他賣改運商品 所以就是說 而且看這個很有趣喔 賣改運商品 對 然後人家覺得這個是 已經是到詐騙的程度了 對 所以去告他 對 罪名就成立了 他到最後好像沒有上法庭 但是他就自己趕快賠錢結束了 就得解了 對 二十幾個人賠了兩百多萬人民幣 等於是這些人 只是把他當初的錢要回來 對 他對於這些人 平均一個人花十萬人民幣 在他身上 然後去買改運商品 他們還串連一起告 很聰明喔 省律師輩 本人多力量大 然後現在還正在告第二批 但是他還是繼續演假 而且他很厲害 他就是去找大陸的一些驗憋 然後再到處 從上海到江西 然後到很多省份 去參加不同學校的EMBA 但是問題是這個人學歷很低 包括他助手學歷也很低 他們去上EMBA 不是為了去求知 而是為了人脈 為了可以去演假 對 他後面還有一個更有趣的案例 他講馬雲的八字喔 欸這個有興趣喔 欸不過 馬雲一直很想知道 欸對 有人說啦 這個八字根本就不是馬雲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那是排錯了嗎 怎麼回事 我先不管他試試馬雲的 但是他論述方法確實有問題 他講說馬雲的八字叫做消應多食 喔蛤消應多食 很多人有興趣對不對 消應多食其實很可怕對不對 嗯 多食嘛對不對 對對對 好所以我們下一集來講解這個八字 好消應多食的八字 好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觀賞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持續關注我的更新喔 那如果想好好的把八字基礎學好的話 我的八字 系統辦加實戰辦200多個小時 先做我的案例 一定可以給各位一個 很好的一個學習的基礎 好謝謝大家 掰掰 當你有這個財的壓力進去 你會努力賺錢啊